他是建国以来最狠屠夫,手持杀猪刀大开杀戒,一万多名军警联合搜山,才把他制服,而他杀人的起因,竟是因为一车猪肉,2006年初,吉林通化县二密镇集贸市场,卖猪肉的老师,把一辆装满猪肉的车,偷偷摸摸停在市场门口,小眼睛四处飘,像做贼似的,见没人注意。 他才拿推车,要把猪肉卸了,往摊位上拉,就在这时,突然从两边冲出一群人,一把夺走他的推车,扔在地上,还将他的双手反剪在背后,压到吉贸市场的负责人李强面前,李强把吉贸市场承包了,早就盯上老师了,终于抓了个现行,老师出息了,赶在我的市场卖黑猪肉,一句话,吓得老师一夺嗦。 他是镇上的屠虎,一直在市场里摆摊卖猪肉,李强没承包之前,什么管理费、卫生费通通没有。 可自从李强来了以后就以各种名义收费,恨不得暂时常理上的厕所都得收门票,还严令禁止屠户自己杀猪,必须得到指定的屠宰点才行。 嘴上强调为了食品安全,背地里却是重宝私囊,屠宰店就是他自己开的,生猪只要进了屠宰点,从捡一道宰杀,李强会找各种毛病卡住,想消停拿到猪肉怎么办? 交钱,一烫下来,猪被大卸八块,屠户们也被扒下一层皮,以前一头猪能赚五百多,进了屠宰点,直接缩水一大半,屠户们起早贪黑,全给李强打工赚钱了。 有的屠户性死活跟李强处好关系,逢年过节送礼塞钱,也能让他松松手,别太为难,可老是内向还嘴捉,整不来溜须拍马那一出,只能令,谋出路。 为了能多赚点钱,他就想出了把生猪拉到镇上,找个隐蔽点的地方偷摸宰杀。 再拉到市场外,这样就能躲过屠宰店这道坎,前几天都挺顺利,没想到,今儿被抓个正着,不是我没有。 他的摊位从不缺金少两,熟克莱还会多送点,这么多年生意好,全靠口碑卖,黑猪肉的名声,他可万万淡不起,放屁,你的肉哪来的? 这几天,你根本没去屠宰点,不知道从哪弄的黑猪肉坑害大货,我告诉你,我眼里从来容不得沙子,你这肉全都都没收,李强用手拍着老师的脸,当着市场其他摊主的面教训他,就是为了杀鸡景侯,李强绝对不允许,有人在他眼皮子底下钻空子,少了一份钱无所谓,脸面不能丢。 谁让老师撞枪口上的呢,正好拿他开刀,让其他人也知道,知道得罪他,李强就别想在二密震魂下去,不是这肉是我自己杀的,不是什么黑猪肉,老师急得满头大汗。 这一车的猪肉可值不少钱,要是真被没收了,损失惨重啊,无奈之下,只得交代缘由,老师,你别说我不讲理,我也是为你们好,到统一的屠宰点杀。 大家吃着也放心,人家都说你老实,我看可不是,这花花肠子多了去了,李强冷笑,就等着他坦白呢,按照市场规矩,谁敢偷摸私自杀猪,罚款两千。 李强拿出早就准备好的罚款单,在老师面前甩了甩,当即就让他交钱,老师心疼得要命,可两千块钱,跟一车猪肉比起来,还是划算的,没办法,他只能在上面按了手印,可是把兜里所有的钱掏出,来还差二百。 李强让他明天交其剩下的,老师连忙点头硬了,心里又很有气,不成想,李强把钱揣尽都就翻脸不认人,你们把他车上的肉给我削了,搬走,老师忙了。 连忙高喊,爱不是交罚款了吗?李强一把将人甩开,嗤笑一声,罚款是罚款,黑猪肉是黑猪肉,我答应你,交罚款就不没收猪肉了吗? 这可是黑猪肉,谁知道有没有疫病,我得带走。 李强的一帮小弟,连忙夸赞老大厉害,说得没毛病,围观的贪主们,倒吸一口凉气,谁也没料到,偷杀竟然要付这么大代价,这下真是把他们都镇住了,以后都老老实实去屠宰点,少赚点就少赚点,总比血本无归强,这下可苦了老师,钱交了肉也没保住,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, 把一车猪肉搬个金光,待人散了,老师蒸蒸地看着空车发愣,一口闷气憋在胸口,哽得他难受,之后的日子,李强也没放过老师,隔三差五地找他麻烦,在屠宰点的手续能卡就卡,严重的时候,老师三五天没肉卖出不了贪。 一来二去,老师看到李强就打触,总觉得对方要害他,坑人也不能这样啊,他开始长速地睡不着觉,只要一闭上眼,脑子里就浮现,那天在市场门口,被当众羞辱的场面, 从头到尾,没有一个摊主上来帮他说话,他们都在看他的笑话,为什么所有人都欺负他,就因为他老是看起来好欺负,前一阵子,小卖部的大海,从他摊子上买猪肉回去,转头就跟人,说他卖的是坏肉,叫人都别买他的肉, 还有畜牧站副站长王栋梁,动不动就扣他的肉,找各种理由罚款,跟李强是一丘之和,他们都认准了自己没脾气,任由人柔圆捏扁,就连和他一起长大的发小语气,小时候也成天跟他吵架,那些画面跟过电影一样,让老师蹭一下,从被窝钻出来,一战就是半宿,最后似是癫狂一般,突然抬头。 是你们逼我的他,眼中已经没了往日的憨厚,一张脸被月光衬得扭曲,可不,一个疯狂的想法,在他脑海中成形,不在沉默中爆发,就在沉默中灭亡,他要复仇,一场震惊整个东北,乃至全国的腥风血雨,即将开始,2006年9月23日,老师开车前往烧烤店,当晚他坐东请李强吃饭, 化解两人之间的恩怨,为了能顺利,还特意请了几个,同样在市场上摆摊的人坐陪,李强处处刁难老师,为何还要请他吃饭,使出反常必有妖,屠夫常用的杀猪刀,挡了许久,李强等人才姗姗来迟。 见到老师,李强就开始调侃,石老板这么有兴致请我吃饭,咋的还想偷杀猪,我可告诉你。 再让我发现一回,你就从市场滚出去,李强仗着身份,对老师说话,从来不客气,八杆子打不出一个屁的人。 他根本不放在眼里,坐陪的人听着不敢出声,老师只能陪笑着点头,别说回嘴了,就连下脸子都不敢,酒过三巡,李强喝痛快了,开始吹嘘自己,一年能挣多少钱。 几十万的车说买就买,眼睛都不眨一下,七人点头针灸,随声附和,一顿彩虹屁给李强拍得爽,唯独老师默不作声,一双手在桌子底下钻成拳,捏得死紧。 只要一想到李强开的好车,是他的血汗钱换来的,就恨得牙痒痒,该死的李强。 明明赚了那么多钱,还要从他这个小买卖人身上吸血,上到几千,下到几毛都不放过,老天爷瞎呀,酒桌上谁都没注意老师的一样,一顿饭没少点,最后老师截了账,在李强看来,老师算是彻底服软了,便更加嚣张起来,你个孬种,还敢跟我耍心眼部,当年老子出来混的时候。 你还不知道,在哪吃屎呢? 李强醉醺醺醺地抓着老师不松手,陪酒地见状,实相地先离开,让老师送李强回家,老师自然答应。 他忍了一晚上,就为了这一会儿,他将酒醉的李强扶上副驾驶坐好,随后也上了车,没有急着走,反而将所有的门窗给锁死了,咔哒一声,在寂静的夜晚格外清晰。 李强醉眼迷茫地抬头,有点摸不清情况,看向老师,走啊傻愣着干傻,谁知老师的脸背着光,正因狠狠地盯着他,眼中浓到划不开的仇恨几乎蔓延出来,吓得李强一哆嗦,酒一下子醒了大半,你瞅啥? 李强下意识问,可老师却不想回答,他依旧像狼钉上猎物一样,目光死死锁在李强的脖子上,李强感觉气氛不对,转身就想开门下车,忽然后腰一痛,一把杀猪刀插在李强后腰上。 一声淒厉的惨叫,响起李强腾的直冒冷汗,酒彻底醒了,老师不对,施老板有话好好说,别杀我,你不就是想自己杀猪吗? 你杀,你随便杀,只要你放我一条生路,我以后再也不管了,老师没出声,把刀拔出来,趁着李强转身跟他讲条件的功夫,一下子又插进了他的心口,紧接着连同竖刀眨眼的功夫,李强身上都是血窟窿,已经死透了,老师人被仇恨逼疯了。 他杀了李强以后,还杀了一堆人,看着李强惨死刀下,数日来的憋们终于有了出口,让老师心里舒坦了些,他毫不在意地打开车门,将李强的尸体拽下来,一脚踹进旁边的臭水沟,开车就走,万事开头难,杀人也是。 但是,一个李强让老师尝到了报复的快感,他要把所有欺负他的人全都杀了,半夜十二点半。 老师开车到了畜牧站副站长王刚的家,他抱着必死的决心,就像战场上被逼入绝境的士兵一样,杀一个转一个,杀两个转一双。 顾不得夜深人静,他用力敲打王家的大铁门,这么大动静,吵醒了早就熟睡的王刚,他妈妈咧咧地起床,妈的,我看哪个瘪犊子,大半夜不睡觉,敲我家门,带着怒火将门打开。 他打定主意,无论门外是谁,都得臭骂一顿,而开门的瞬间,王大海只觉眼前寒光一闪,一把杀猪刀,就已经刺入了胸口。 担心丈夫大半夜跟人在吵起来的王刚媳妇,看到这一幕,吓得魂都没了,他一声惊叫,就要往屋里跑,老师就是奔着杀人来的,力索地把杀猪刀从王刚身上拔出来,鲜血飞溅,追着他媳妇就去了,不等他媳妇躲进屋,就被一刀抹了脖子。 热乎乎的血喷在老师脸上格外烫人,听到小儿媳妇的惨叫,王家老两口披衣服出来看看,万没想到,等待他们的是一把锋利无比的杀猪刀,手起刀落。 王家四口全都命丧黄泉旧,在老师犹豫着是流失走的时候,王刚的大哥冲进院里,上来就要抢老师的刀,二人很快扭打在一起。 大哥赤手空拳,南迪一把杀猪刀,知觉肚子一痛,老师的杀猪刀已经捅进了进来,他忍着疼,想下老师的杀猪刀,反手胡乱挥砍,凑巧砍伤了老师的腿,老师吃痛,后退一步,剑没了刀,干脆转头就跑。 反正把王刚一家灭了门,也算够本了,回到车上,老师的心依旧跳得飞快,这种痛快让他沉默,杀人死罪,既然如此,能多拉一个人陪葬,就多拉一个,下一个目标便是小卖部的大海,一脚油门下去。 老师已经到了小卖部门口,刚才那把杀猪刀扔在了王家,可他后备箱还有三把,随意拿了一把握在手里,老师就去敲小卖部的门买东西,开门,大海原本不想搭理,可被敲烦了,被媳妇催着起来,去看看,有病啊。 大半夜的买个屁,大海打开门,见门口竟然是老师,顿时一愣,下一秒,一把杀猪刀插进他的心口,一刀毙命,大海媳妇见人还没回来,就过来看看,又被老师逮个正着,追着他一通乱砍,发泄完以后,老师转身出了小卖部,跑到隔壁敲政宝的门, 正宝还欠老师的钱,一直没有要还的意思,正好一起收拾了,正宝开门看到拎着刀的老师,吓惨了想跑,已经来不及,只能咬牙反抗,好在他力气大,又被逼急了,就算老师拿着刀,一时半会也没能将他杀了,只是被砍了好几刀。 酸心的腾老师见杀不了,干脆掉头就跑,这才让正宝侥幸活下来,这次失败,让他心里一股无名火没处发泄,握着刀的手紧了又紧,一种迫切想见血的冲动,控制他整个思绪,他非得找个人杀了,这种难受的感觉才能消除,可杀谁呢? 只一瞬间,他就想到了发小于奇,在别人眼中,于奇和老师是一起长大的交情,直到于奇搬走后才少了联系,可在老师的脑子里,只记得小时候于奇总是抢他好吃的,还总是跟他吵架,小孩子闹着玩,吵架半嘴都是寻常事,可在老师心里,却种下了仇恨的种子,完全不记得于奇跟他玩得有多好。 只记得于奇对他多不好,于是他踩上油门,车子朝远在四十多公里外的于奇家而去,天快亮了,老师猜到,也不管是凌晨几点,上去就砸门,老于。 开门于奇两口子还没起床,听懂镜像是石月君,等,穿好衣服,打开门果然瞧见两年没见的发小,石月君你咋来了,快进来,于奇高兴,虽然长大后,两个人来往没小时候那么多了,可终究是一起,穿开裆裤长大的,勤奋老友来访,他喜出望外,石月君神色如常,惹了点事,把人给打了伤, 你这朵朵有钱吗?借我点,虽然于奇意外,脾气好的石月君也会打人,可还是好心,要给他张罗饭吃,不着急,一大早过来还没吃吧,先吃饭,咱们慢慢说,想着身后的柜子里有些现金,于奇想先拿给石月君应急,转身的功夫,就被一把杀猪刀捅了,于奇不可置信地回头,就见石月君一脸阴森,媳妇快跑, 最后一个字出口,于奇瞪着眼睛死不瞑目,他怎么也想不明白,好端端的,石月君为什么要杀他? 石月君不耽误,跨过于奇的尸体,朝屋里而去,听到丈夫提醒的女人,正一脸惊恐地抱着女儿要跑, 可手无腹肌之力的女人,孩子怎么可能逃得过石月君的追杀? 没多会女人身上,已经十几道深刻见骨的血口子,她哭着哀求你杀我就行,求你放孩子第一条生路,也许是女人的哀求, 唤醒了石月君的良知,也许是折腾了一宿,她也累了,她并没有对女人和孩子赶尽杀绝,转身上了车,只留瑜伽,满地血腥,天已经亮了,很快就会有人报警, 她必须在警察得到消息之前,尽快逃离,能逃多远是多远,可往哪逃呢?石月君琢磨着,要是往有人的地方走,很容易被发现, 只有人际罕至的深山野林,才更安全,二密镇多山地,从通化到柳河,全都属于长白山山区的高树茂。 要向藏个人不跟玩似的石月君当即决定把车扔了,徒步上山,这下可把警察盲惨了, 短时间内,警察接到多起报警电话,个个都是灭门惨案,通化是公安局刑警队如临打敌, 到底是什么仇什么怨,让凶手下这么狠的手。 当他们看到王刚家的惨状时,任凭再有经验的警察,都得倒吸一口冷气。 满屋的血腥味经久不散,尸体绝望惊恐地瞪着眼睛,可以想象死亡来得有多突然。 这边还没查明白呢,李强喝酒彻夜未归,被人发现死在抽水沟里,大海与其等人的尸体陆续被汇总, 赫然发现短短几个小时就死了七个,重伤四个,而据正宝的供述,杀人凶手就是石月君,可他人呢。 警察找到了他扔下的车,推测石月君很可能藏在山上,为了不让疯狂屠夫逃跑。 通话市周边多个地方的警力,全部出动数千武警官兵,在武警吉林总队机动队支队长的带领下,开始大规模搜山。 一个人能在山上待多久,支队长有很大信心,能在最短的时间将石月君抓捕归案,可现实狠狠给他们上了一课,没想到石月君的野外求生本领这么强,他仗着对地形的熟悉。 在山上一直待下去都没问题,唯独吃饭无法解决,人是铁饭是刚,一顿不吃饿的荒,石月君上山后第三天,就已经饿得前心贴后背了。 他拎着刀,在山里找了一户人家,偷溜进去,想在厨房找点吃的,却惊动了孙小红两口子。 没等反应,他手上的杀猪刀已经朝二人袭去,转瞬的功夫仍旧倒在血泊中,没了声息,石月君已经杀得麻木了,就像每天杀猪一样,成了习惯。 他在孙小红的家中翻了些馒头,再次返回山上,而当苏珊的武警找到孙小红的家时,看到又多了两具尸体,悔恨不已。 如果他们再快点抓到人,说不定孙小红两口子就不用死,愧疚和自责让支队长更加分歧,他加快脚步,扩大搜索范围,一定要在最短的时间内拿下,又过了两天。 石月君偷的干粮吃完了,又开始寻找饭店,这次他到了一户人家,没有像上次那样偷,而是改成了墙。 他二话不说,直接闯了进去,见到屋里坐着一对老两口,领着小孙子,石月君的刀架在了小孙子的,脖子上命令老两口给他做饭吃,老两口不敢耽误,急忙答应了。 只希望等歹人吃饱喝足后,能放了小孙子,那可是他们的命根子,石月君吃饱喝足,却压根就没打算放人,老两口把小孙子护在怀里。 蹲在墙角不敢动,就怕哪个动作惹怒了歹人,可一个发疯的屠夫,才不管有没有人惹他,只要看不顺眼他就杀。 在一阵惊呼声中,石月君已经解决了老两口,小孙子见爷爷奶奶流血了,下得赶紧跑出去找人,救命救命啊。 小孙子的喊叫惹恼了石月君,现在可是非常时期,这么大声,万一让警察发现了怎么办,石月君脚下加快,一把扯住小孙子后脖领,把人拽倒在的,随后骑在他身上连铜鼠刀,邻居听到动静,出来一看,就见一个行凶的男人,浑身是血。 为了孩子,邻居冲上前一脚踢开石月君,紧接着跟他扭打在一起,也许连杀三人没力气了,也许在山上带虚了,一时半会补不回来,他竟被打得连连后退,即便手里有刀,竟也只能砍伤,邻居无法让他不能活动。 眼见已经耽搁太长时间,石月君不再恋战,转身就进了玉米地,半人高的玉米地是最好的隐藏屏障,邻居发现孩子已经死了,赶紧报警,支队长领人迅速赶到,这次,他绝对不会再让这个杀人狂魔逃掉,大批警力立刻扩散搜索, 却仍一无所获,支队长看着不远处的玉米地,若有所思,已经五天了,一个健全的男人,在这种情况下,也不可能一点不露皮台,石月君不可能再往远处逃窜,他没那个体力,那么玉米的,反而是最好的藏身之处,以他办案多年的经验,石月君很可能藏在里面,跟小队警力打了个手势, 他就握着枪领人进了玉米地,支队长打头阵,没走多远,突然与一个男人碰个正着,这张脸,早就刻在了支队长脑子里,就是石月君,不许动,支队长马上用枪对着这个暴徒,可让人意外的是,石月君并没有反抗,反而乖乖束手就擒,任由警察将他按在地上,扣上手铐,压上警车, 七天连杀十二人的疯狂凶手终于落网,二密镇的人们呼出一口气,终于可以放心睡觉了,法庭上,石月君对自己的罪行供认不讳,还知道杀人偿命,在他大开杀戒的时候,就已经想到了这个结局, 所以才抱着杀一个也是死,杀一堆也是死的心子疯狂屠戮,在石月君看来,他也很委屈,他只是一个屠夫,如果不是那些人气人太甚,他也不会去杀人,此言一出,惹怒了所有被害人家属,真是枪毙一百次都不解恨,最终,法院判处 石月君死刑,并赔偿被害人,共八十多万元,这对石月君来说,也是一种解脱,至于赔偿,反正他家一穷二百,根本赔不起。 2006年12月20日上午9点,一阵密集的枪响,石月君结束了他罪恶的人生,以暴制暴,以杀制杀真的可以解决问题吗?答案显然是不能,石月君从一个受欺负的可怜人,变成了杀人不眨眼的屠夫,也离不开他的生长环境影响,他四岁丧父,家里五个孩子,都有母亲一手拉扯大,可想而知, 生活有多艰难,在成长过程,中美人过多注意石月君的心理健康,让他变得内向阴暗,而这种孩子,恰恰又是最容易被欺负的对象,长大后,母亲给介绍了现在的妻子石月君,说不上多喜欢,只是觉得别人有媳妇,自己也得有一个,今次而已,李强的出现,可谓激发了石月君所有的负面情绪, 长久以来的隐忍成为一枚炸弹,被点燃后,炸得所有人灰飞烟灭,虽然妻子也曾发现,石月君的状态不对,也致以为干活累着了,为此还特意休了几天,可情况依旧没有见好,谁都没想到,石月君会钻牛脚尖,一发不可收拾,闯下滔天大祸。 散开 感谢观看